APP 理财APP 今天要来关心的是选股的问题了 10月以来在美中贸易战的阴影之下 台股震荡加剧 投资下一步该往哪里走 有办法在股海中选到好股票吗 理财APP连线访问 财旭双周刊记者段诗杰 诗杰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诗杰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投资答案的故事 先介绍一下这位投资答案的年纪 还有学经历等等 是的 其实我们访问到这位投资答案 我们也觉得他的故事非常的有趣 因为其实他很年轻 他只有37岁 但是他已经就是在股市这边 找到自己的方向 也累积了不少财富 那其实他的背景也很特别 他是一位物理博士 好像跟我们一般想象中 会到这个股市里面来 都是金融相关背景的差很大 这种硬邦邦的工程 怎么会转到这个 完全不一样的金融领域 那其实呢 就是他早年一心想要做教授 他想要过着稳定的生活 所以他才会一路念物理这样子 硕士博士都是念物理 然后他最后是到那个中央研究院 去做量子电脑的研究计划 是 从量子电脑的物理博士 后来成了投资大人 这个弯转的不小 为什么会转这个弯呢 是 他其实就跟我们分享 做研究的压力其实很大 并不是像一般外面的人看说 这个学术研究 好像生活就是非常稳定 其实他一天只睡六个小时 全年无休 那压力大到 他一放假就生病 就是各式各样的 什么胃食道逆流 免疫系统失调 他的身体就一直在出状况 所以他就开始想说 这条路是不是真的适合我呢 那由于说 这个量子电脑运用的数据很大 所以他就知道说 我自己是很善于处理这种庞大数据 那在他的印象里面 他记得说好像华尔街都很喜欢用学物理的人才 因为能够建构模型处理大数据 所以他就灵机一动说 那为什么我不往这个投资领域来试试看呢 但是他其实是一个完全的门外汉 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念物理出来的 跟投资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他一开始就想说 我真的很想知道投资市场到底在做什么 所以他从原来一天睡六个小时 变成一天睡四个小时 那这样压力不会更大吗 对 他就要求自己没办法 为了要开拓新的领域 他就要求说 自己每个礼拜要看两本投资相关的书 那所以说一开始他什么都不懂 他就从这个技术分析开始下手 那因为也只看得懂这个股价跟这个成交量 所以他就慢慢这样子 一直试 然后一边做研究 一边偷偷的这个看盘 然后因为他是念物理 他也用自己写的程式来操作 所以慢慢的 就是在里面有一点点的获利这样子 是 我们也知道古海浮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有些人倾家淡产 甚至有人自杀 能够持赢保态的不多 像股神巴菲特 就是大家很羡慕的赢家 到底他的投资心法是什么呢 我知道这位投资导人也从里面截取了一些 对不对 对 因为其实这个投资导人就告诉我们说 他一开始就用自己这个方法 就是看技术分析 然后来做股票 其实他一开始有赚一点钱 但是我们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因为他其实是科学领域出身的 对他来说他心里面就一直有一个疑惑 到底书上我看的这些投资的书 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那到底是因为他自己选股选的很好 还是只是因为他运气好 那大盘就在涨 所以他就跟着赚钱 所以我们知道科学家就真的会想很多 不像我们一般人可能赚的钱就很高兴 那尤其是技术指标太多 其实会常常互相打架 比如说我们的技术指标有好几十个 那通通都学的话 其实就是你常常会搞不清楚到底这个是对的 有时候这个这些指标叫你要买 那些指标叫你要卖 就会互相打架 那所以他最后就采用一个方法就是多数诀 就是大部分指标都说要买他就买 大部分指标说要卖他就卖 但是他觉得说很奇怪 反而这样子结果是相反的 所以他就觉得说我好像应该停下来 想一想说到底市场上大多数赢家都是怎么做的 结果他去研究了一下 他就觉得非常意外 他发现很多有名的投资家 像杰西里弗摩 这种就是其实很有名的技术分析者 不是投机者 最后不是自杀就是破产 那他就想说这市场上到底有没有真的赚钱的人 就是我必须要先确认这件事 我才知道说我到底要不要在投资的这个路上面走下去 那他最后发现说 其实像巴菲特 格拉罕 彼得林区这些人 才是真正的赢家 那更重要他们都是看财报来做价值投资 就是跟他原来自己做技术分析 想象的是完全不一样 是你刚刚有说这个财报来看投资 那除了财报之外 还有哪些重要指标是他一定要看的 对 像他就开始去看相关财报的数 因为不太懂 那看了很多以后 他就大量阅读 其实对他的投资有很大的帮助 那像他比较重视的指标就有几个 例如说像总监持股 一定要超过两成 因为这个我们知道 如果说你大老板自己都没有持股 你怎么能够跟小股东站在同一条船上面共换难 那再来就是比如说自由现金 你要超过公司股本 要占公司股本超过10% 这样的话你才有这个现金来维持公司的营运 不会有危险 那再来就是总负债 但资产比重不能够大于六成 因为负债太多其实就是一个危险 而且又是很吃力的事情 那当然一个也是价值投资大家很重视的事 就是你的三年平均ROE 也就是股松权益报酬率 这个其实就是比如说我把一块钱交给股松 他能够帮我赚多少钱 那像这个ROE要大于12% 就是你公司能够每年帮助你赚多少钱 这也是其实也是一般法人很看重的数字 那当然再来价值投资 我们知道很重要的 就是你的值地率一定要大于三 那如果能够大于五最好 因为你如果真的有赚钱 公司有赚钱 你才配得出现金股息 那当然了一家公司的绝对数字 包括毛利率 盈利率 跟净利率 这些也都是大家会很关心的数字 是你刚刚提到那些 比如说懂监持股 自由现金占比总负债比重等等 感觉都很专业 这有没有办法 就哪个地方查得到啦 或是说自己算得出来等等的 是 其实一般投资人 看到这些术语 也不要太害怕 其实他虽然看起来好像很严肃 但是我们在财报上面 都可以看到这些数字 那其实像现在 因为网络很发达 一般网站上面 其实你也可以查到这些数字 就是包含他们的总监持股 还有负债比 股东全域报酬率 毛利率这些 其实都是很公开的咨询 只是我们可能要花一些时间 去做功课 那另外我也建议投资人 就是 其实我们还是要养成 看财报的习惯 因为不管你是技术分析派的 还是价值投资派的 其实我们对于一家公司的营运 还有他过去的几小表现 这个财报 可以能够呈现出他真实的状况 所以我们也可以从他过去的脉络 来寻找他未来可能的趋势 是 其实财报是很重要的 不过我想有些不太懂的投资 可能第一个动作就是把它丢到垃圾桶 以后不要丢到垃圾桶 要仔细的看一看 那是不是举几个投资党用价值选股 来打败台股大盘的例子呢 对对 那我们也可以先谈一谈这个价值投资 价值投资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些 那几个数字还有判断的标准以外 像我们都很知道说巴菲特他是这个价值选股 非常出名的代表性人物 那其实我们只要看看他的选股 大概就可以知道价值投资是怎么回事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他最爱喝可乐 所以他还买可口可乐 像刮胡椒啊 激烈刮胡椒这些 还有像那个Sees Candy 就是巧克力糖 那我们可以发现说其实他都是从这个生活领域 生活必需品 就是大家一定需要的东西来找这个价值投资的标的 那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谈到价值投资 就是公司他有没有一个护城河 所谓护城河就是我们能够保护这个公司 那最明显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大公司他有垄断的行业 或者说他在这个行业里面 他能够具有非常指标性的地位 就是别人很难轻易来取代他 那像这种呢就称为公司的护城河 那一旦我们找到有护城河的公司呢 那不管在哪一方面他的表现 或者说毛利率上面啦 或是公司的发展上面啦 其实他都会来得更稳定一些 那像我们这次也有采访报另外一位达人 他其实也是很有趣 那他也是采取价值型投资 他其实就是从他很喜欢生活产业 因为他觉得生活产业很容易追踪 其实你可以判断说他未来的获利大概怎么样 比如说他很喜欢健身房这个产业 因为他觉得说其实公司都有公布说 你现在会员数是多少 那每年能够赚的钱是多少 那可能未来要怎么样成长 那可能这些厂房就是这些设备折旧以后 那你的获利怎么走 他觉得其实是很容易看得到的 那其实他自己也有几个有趣的例子 比如说像宝亚 我们都知道宝亚在前几年 股价大涨很多 成为一个市场的让人家众人跌破眼镜的黑马股 那像这个宝亚他怎么发现 其实就是他们家附近开了一家宝亚 那因为他住在台北 他从来就没有看过宝亚这家店 他就觉得很奇怪 这家店到底在卖什么高药 所以他就开始去研究 他就开到台报 然后发现说 其实他是就是慢慢在拓展 他从东南部上来 然后他的会员数 片数 他们有很明确的统计 比如说多少人 他可以支撑一家这个店 所以他就很放心的去买它 然后也随着这个公司 他慢慢拓点 然后来享受到这个丰硕的果实 所以其实也可以用庶民观察法 你就从你生活当中去观察 某些企业是不是很受到欢迎 然后再检视他的财报 其他等等的投资数据 来做一些参考 那我知道投资答案也提供一个叫 喜乐本益笔的观察讯号 这又是什么呢 是这样 这个答案他有投资我们一个 喜乐本益笔的观察讯号 其实这个观察讯号 他在很多文献上面都有推荐 那在美国有很多财经专家 用来追踪跟判断行情 那喜乐本益笔呢 跟一般本益笔的差别就在于 像一般本益笔 我们是看它一年的状况 就是过去一年的状况 但是喜乐本益笔 它不只是看过去一年的破例 而是它是以十年的均值来看 那这位打人就提供我们 他说如果做了统计呢 会发现在喜乐本益笔 很低的时候买进 其实未来一年的报酬力 也会蛮惊人的 而且对于说判断这个股市 如果在大别什么时候落底 是蛮有帮助的 那所以就是建议投资人 其实也可以看看 把喜乐本益笔稍微做一个修改 就是看从本来 本益笔是看一年 那我们可以把它改成 看过去三年 然后来跟那个大盘的月线 做比照 大概就可以判断出 目前股市的水位可能是怎么样 所以这个喜乐本益笔是我们自己要去推敲 还是说可以查得到 我们其实也可以在网路上面查 因为在美国已经有很多财经专家都用这个来作为判断行情的一个依据 所以我们在网路上面也可以找得到 我们知道买股票最难的就是克服人性跟心魔 有时候两个投资人买同样的股票 却有完全不同的报酬率 有的先下车 有的晚下车 那结果就完全不一样 那对于投资人最后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是这样 我们都知道像最近股市可能表现不一定很好 那就会常常有很多朋友来问我说 他买了什么什么股票那怎么办 那结果我就问他说 那你是多少价位买进了 结果都让我大吃一惊 就是其实他们都是在非常贵的时候买进股票 然后他会问我说 可是大家不是都说 看到好的股票我们要长报吗 要长期投资吗 那所以我觉得大家 不少人就会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他们在太贵的时候买进股票 所以当盘式开始震动的时候 那真的就 其实有时候盘式震动 我们都知道是很可怕的 但是如果说有一个像价值投资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说你要在 你觉得这家公司的价值 比他的股价还要便宜的时候 你去买进 因为表示他的估值偏低 那他未来就有向上的空间 所以你在什么时间点去买进这个股票 是很重要的 就是如果你是在滴水位买进 那其实大盘怎么震荡 你也不用担心 那如果大盘好 你还会随着他的好 然后股价这样往上涨 但如果你买在高点的话 那当然是比较危险的一个事 好 今天非常感谢财讯双周刊记者 段诗杰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诗杰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好 拜拜 谢谢